迎接二零一三倒數計時 想要看到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過去幾年東北角到東海岸都像這樣 布上厚厚的雲層 民眾拜信而歸 今年跨年強烈大陸冷氣團報導 狀況可能還是一樣 民間天氣風險公司預測 最有機會迎接曙光的地點 還是在西半部的阿里山 如果想要看跨年煙火 今年同樣吹東北風 101最好站在市府廣場附近 高雄冒時代則是靠近高雄港區 可以避開煙霧 但無論去哪裡 都要做好保暖的措施 北部預測有可能來到 接近十度左右的低溫 那在中南部地區 三十號晚上到三十一號 的清晨的最低溫 也大約在十二度上下而已 氣氧局表示 這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將在二十九號報導 三十跟三十一號兩天最冷 甚至接近寒流的等級 而且北部跟東半部都會下雨 而低溫加上水氣 三十三十一號兩天 玉山及荷歡山 都有機會降雪 記者林政武 郭俊麟 臺北報導